1 1 1 2 3 5 好 这里是直通圣点资格战70公斤级 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 已经进入到四强当中的是金刚韩文豹 是的 那这场比赛的对队双方分别是柳雷对阵陈永辉 一个是碎魂者 一个是可乐小子 对 柳雷来自白沙格斗 陈永辉来自唐山文旅 奥武光辉 两个人年龄上是足够差了8岁 而身高臂展上差不多 陈永辉是高了对手3公分 但是对手柳雷臂展是184公分 长了对手1公分 所以基本上在身体数据上两个人还算是势均力敌 是 两位也都是这个金腰带的选手 是的 达到了武林峰70公斤级国家级金腰带 还有WK州级金腰带 陈永辉是202050新一代70公斤级的金腰带 是的 陈永辉也算是从我们武林 陈永辉当中一步一步打上来的游动员 是 陈永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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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两位基本上都是之前在练习过传统武术啊 没错 然后改到了自由国际这个行动 战绩也都还不错 而今天的这场比赛 他们将会争夺70公斤级的第二张四强的几位 是的 对 对 对 两个人还是要去拼内围啊 就是往上顶着这一下都很坚决 顶着头往里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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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觉得柳雷还是在距离的控制上做得更好一些 就这种进来之后啊 马上自己的连击就会把对手给往中距离来打 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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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属于这种不退型 上去就不退 是的 我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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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拳给的不错 接了一个低扫回一个中扫 给一个撞灯 两个人你来我往啊 一轻轻轻轻轻的屏次都不是特别低 陈勇辉今天还是挺敢拼的 没错 对他来说 就是年轻运动员嘛 我们经常会说年轻最不怕的就是失败 嗯 就这种一上来这个激进的这个打法 还是要多给对手去施一施压 好 接腿 接腿之后吉辅 这动作给他很明白啊 就是一个正灯 我们做距离控制的非常好 哎 这陈勇辉这边的小联机马上给回上来 这还是要往上去顶 然后要顾待自己上路的过程当中打防守反击 对于陈勇辉来讲就是 他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打法就是 这是柳雷的教练 阿潘教练 刚刚是一个无意识的激当动作 应该是在特步当中的一个激当 应该不影响比赛节奏 比赛继续 最后的10秒钟 这拳给得不错 继续给腿 也是一拳 感觉陈勇辉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啊 就是这个劲和这个新劲慢慢的提上来 对 我觉得他这个回合最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对手如果给了我一拳 就柳雷你给我一拳可以 但是我马上要由我的反击 直接就往你的身上去进 是 就是马上要把我的反击 往你的身上去打 就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 他会给柳雷带来很多 就是心理上 第一我觉得是心理上的一个暗示啊 就是第一我肯定是不怕你 就是如果打对攻我不会示弱 那第二就是什么呢 我的进攻输出也可以保证在一个 不错的水准和一个频次上 那你在进攻的时候就要去想一想 你的进攻方式 我到底吃也不吃 我觉得这个心理暗示 和这个心理站在第一回合 也是让陈永辉 就在后半程越打越有自信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准备 好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是的 小鱼上来两个人估计还是不会停歇 就是要往内围顶 我顶得很坚决的 看我全把二都跟上来了 全队组合之后 特步给一腿 这两个人真的是 像一场白任战一样 就没有一 就没有当中哪个人是 主动的快速退出来的 没有 都是被打出来了 而且 近身漏搏 对出来之后 像陈永辉就是临走了 还不忘了再给个高扫上一下 然后教练也在说哈 这陈永辉的教练也在说 后手忙离除 是有拳的没承认的 也就是拳手搏的 这就是给一腿 哎 这个后手扣得非常好 你就连续两个后手打到了 所以这样的比赛就是急剧观赏些 没错 就也不给你这个考虑的机会了 没有这个时间 就不用想 上来就是打 对 就不用想 对 看 连续追不断的这个进攻 是 陈永辉的前打得越来越放松啊 是 这个方向状态越来越好 但是目前来看 唯一的一点点问题 这个可能 手的报价略有点低 有点低 对 在防守中可能会出问题 但就是说 他的进攻的主动性 其实现在要比柳雷更好一些 对 这种一二的连击 还有勾直白 和直白勾的连击 打得非常好 这有点把柳雷的这个设计打下去了 是的 让我觉得 我觉得解读这个柳雷的心理的话 就是他好像觉得 今天还该怎么办 他现在的状态就是 你跟内团要表现出来了 有一点皮人应战的这种感觉 对 就是因为陈永辉现在的进攻输出 尼克也没有停 而且呢 他现在唯一的 你看 此刻 就这段时间 这心理应战的改变的感觉 就是他的进攻输出先打 就两人一对折之后 爆炸上来一对折 马上自己的进攻输出先往外拿 嗯 不然如果等到 陈永辉给进攻输出的时候 那他就会陷到我们刚刚说的 一种窘境当中 对对 上钩给的不错 对 又是一个上钩 哎 陈永辉现在就是 越战越勇 越打越来劲了 这个镜头上来了 两拳 一二接高扫 走 哎呦 这是柳雷是 无招中使用了这一招 对 接腿之后接一下对手的支撑腿啊 对 你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一天是往上顶 嗯 其实刚刚那个柳雷那招是想打破一下 嗯 前面的这个节奏 对对 结果但是这个缓过来之后 陈永辉会上来 依然 依然是前面的那个节奏 没吃没套 对 就是自己的节奏掌握得比较牢固 是 反而柳雷的节奏略微有一点点乱了 嗯 这个反射的后摆 真是敢做啊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的目的 我先打乱你 是的 我的目的就是要打乱你 其实作为柳雷来讲啊 呃 我个人觉得就是两个人如果都是这样子 再适合一点 你打了很多 那么 一两个人拿好报价 他又想美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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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要过成皮 对手之后 就是你自己的进步输出 对方快 就是你先去打对方 而不是说对方两拳上来之后 我再去打一个防守反击 或者说我打一个迎击 然后去给对方施压 那这个压力其实已经来到了自己的位方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就看谁先出招 谁的招更狠 在第三回合 我个人也希望柳雷能够在自己的打法上 就是再快一点 就出前的速度再高一点 就是这个时间差再抓得紧一点 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收效 上来就给一腿 随着灵兽一想落下那一刻 这一腿就上去了 我估计柳雷的教练 很紧凑 应该会跟他说要让他第三回合打得再兴奋一点 我觉得他第二回合打得略微有一点点疲软 第三回合他需要再兴奋一点 然后给自己一个兴奋点 都让自己的时间差 再往前提个半秒钟左右 一队质马上先走 先让对方出拳 今天陈永辉的这个兴奋度是够的 是的 尤其是第二回合表现得相当好 而且这个拳的线路包括拳的组合 也打得非常的明白 没错 然后我们在现场你在听着那个 那教练何志伟在旁边喊着 就说特别来劲 对 挺提气的 但愿陈永辉也能保持这个状态 继续保持 上点给基辅 这部要 陈永辉要压得快一点 对 劲得稍微快一点 这拳给得不错 这就是我说 柳雷一上来之后 你自己一定要先出拳 才能够去打到对手 就是自己现实压把压力给到最小的方 这几拳给得不错 我们看 陈永辉这边 被点出皮血了 目前来看应该问题不大 给个高扫 给个高扫 这拳给的相当好啊 这拳给的相当好啊 有前摆 他现在我个人觉得自己的 就是摆拳如果能打到的话 他现在需要前面再给一拳 就打一个前之后摆或者后的前摆 看来厂财牛嫂老师是要去清理一下 陈永辉的鼻血 是的 虽然没什么大伤害 但是因为有鼻血的话 会影响应该来的呼吸 可能会呛吧 你看两人一上来 就又顶一块了 对 动手质量 动手质量 上顶的这个状态 两个人都非常的兼职啊 马上进内围硬刚 给扫提 换一个后直 又是一个正等给的不错 在距离的控制上 柳雷做的要比陈永辉好一些 就是他的距离感 就是把握的这个尺寸更好 有一个扫提 又有一个反式的后白腿啊 柳雷的这个兴奋状态 要转化成自己的进攻输出啊 尤其是对峙后的进攻输出 对就是像刚刚的这一拳 你对峙马上自己的前手要先出 先给对手压力 柳雷这个也是抓住了一个机会啊 是 这个陈永辉鼻子这个流血 确实对他的呼吸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是 虽然说可能这个随着 影响不是特别大 因为他毕竟的这个伤势 没有那么多重 最后的十秒钟 人家可以再给一波进攻输出 对把体能打光了别留了 走 好了 双方三回合的比赛结束 对 两个人也是合腿的打了一场对攻战 今天70公斤级的这个 四分之一决赛还是比较好看的 是的 从第一场到现在第二场 就是每一秒都没有浪费 对 好了 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本场比赛最终结果的第二张 70公斤级的四分之一 我们将跟全球勝出平等 终结果的第一场 这是四分之一 出来的 尊重分之一 感谢两位 期仗比赛的胜者 将会进入70公斤级的四强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 直通盛典 直通盛典的资格战 单败淘汰制 每个人要打满三轮 才有可能进入到 我们盛典的擂台之上 好了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的结果 三位裁判 一致判定 29比28 红方上 三位裁判定